我在台灣、韓國、日本 然後回來香港之後 回來收拾東西 才看到這盒東西 這盒我踩在腳底踩很久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來到 澤南俱樂部 這盒是街市買回來 我在一個不懂韓文的情況下 有一個BODY LAND GRADE 和一個大媽買回來 怎樣?我扮一個大媽 我唯獨不知道的問題是否要煮來吃 然後那個大媽就是 嗯嗯 然後你就在那裡 嗯嗯 然後我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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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OK 整個韓國的旅程都是這樣 跟人家說話 不是 韓國的年輕人是 一出的 一出的 真的嗎 你見過 我真的見過很多次了 涼涼 還有韓國沒有人玩POKEMON GO 咦 我跟阿姐的BODY LANGUAGE 應該就不用煮的 不用煮的 應該是可以馬上拆來吃的 但我看到上面的圖 可以用來 拌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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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貌似不錯 首先我們試試就這樣吃 蘸餅吃 話說我自己 我沒試過自己就這樣吃蟹糕 因為家人不會故意買蟹糕出來 看到了 這個就是蟹糕的樣子 味道大概是怎樣 怎樣形容 鹹 因為蝦糕是鹹的 我不知道蟹糕是怎樣 好像在吃大閘蟹 這樣就OK 開來看 立即開來看我 有人說這個樣子好像嘔吐很噁心 但其實是很好吃的 其實是很好吃的 我可以一問一問 因為我 因為我 我初初 我初初是不喜歡吃 我首先因為樣子不太討好 但我女朋友 就說這個很好吃 我試完就覺得很好吃 是 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這樣的 雖然樣子一點都不討好 但我們試一試 我試完這個就試 我試完就知道這個 在哪裡 我初初以為它很硬 原來不是很硬 對 它是這樣的 它整個蟹醬 只會撕到壽司 如果你說蟹醬壽司 很濃的味道 很濃的蟹味 是真的 鹹水味的那種感覺 嗯 是這個 是不是很棒 嗯 它實際上 你煮蟹 一開始打開 壽司 就叫做橙色的 橙色的那種味道 是呀 真的像大雜蟹 這個是很棒 所以 下次來韓國 大家要大手扣入這個蟹膏 它暫時會有這種感覺 不過我想 拌了其他東西 就不一樣了 我們試拌餅 拌餅 我初初以為蟹膏 好像蝦膏 咸到媽媽都不見 原來不是 它是鮮 鮮味 嘩 重料 嘩 但是那個賣相真的不太餓 不是開玩笑 是呀 其實我看得到真的很噁心 賣相是不太討厭 是可以很噁心 好像有劈 有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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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餅上面的感覺 好像那些人吻牆 哈哈 紅毛泥 大家看 好像那些人吻牆 嘩 這個可以做cover 我們做個帥氣的樣子 芝士 啊 嗯 很好吃 它加的餅 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重 它後的稠味 因為它到後來 是有稠味 還有一些腥味 它加的餅 馬上沒有了 好像你平時的吞拿魚 放在上面 沾餅的感覺 但是很重的蟹膏味 我不知道蟹膏肥不肥 橙色的膏 是蠻重的膽固醇 嗯 所以大家都不要吃那麼多了 嘩 那天我們吃得太忙碌了 連相機自己剪掉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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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